近日,国际音乐制作人杨君尧应《范和文化之邀》于上海制作华语经典珍爱歌曲《快乐天堂公益之声版》 由公益音乐人范锦祥,美爱融合视障学童为爱演唱 制作人杨君尧以公益之声用心聆听为核心精神制作《快乐天堂》 希望借由范锦祥,美爱融合学童《生命真善美》将《快乐天堂精神》跨时代的传承世代,现代社会 这是全球首度由两个公益项目机构共同演唱的《快乐天堂》录音室版本 计划2019年由华南音乐发行,各方高度关注十分期待 视障人群是社会弱势群体之一,中国视障者人数约有1700万,其中全盲约700万 每100人中就有一至两名视障者,而每200人中有一位全盲者 身为高度近视群体的范锦祥有感地认为,他们虽然看不见 但是由新出发的好心态正能量感动自己 更希望借由自身能力、作品,帮助社会视障群体创造生命价值 范锦祥、杨君尧、美爱融合制作《快乐天堂公益之声》录音室版 希望将用心聆听、公益思想传达现代社会 《快乐天堂》范锦祥录音室版 范锦祥与美爱融合演唱的《快乐天堂公益之声》录音室版 杨君尧制作这两个版本概念以公益之声用心聆听传达 即使双眼无法看见,可以用心听见,感受生命真善美正能量 并表示,能够制作《快乐天堂》更是致力一件公益好事 希望将《快乐天堂》的精神透过每个人的真爱之心传递周围 成就世界《快乐天堂》美好愿景 在采访环节中,对于为什么有演唱《快乐天堂》的想法 范锦祥表示 当时其实《快乐天堂》这首歌,我记忆有印象的是在国小的时候 大家有点泄露年龄 那时候基本上在操场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会唱这首歌 然后做体操,或者说传递正能量,学校要求唱的 后来基本上自己近几年在做公益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机会听到 那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城市人来把这个精神传递 而且很适合景祥的音域 于是呢,我就跟我旁边的这杨老师 再次的就是沟通,还有我们开会 希望是说能够把这首歌重新诠释 那缘由是在这里 那也希望借由《快乐天堂》来传递城市 每个时刻都是快乐天堂 而对于这次重新制作《快乐天堂》的理念与方式 杨军尧也表示 那时候就是紧张跟我提到说 他希望能够来演唱这首歌曲 那因为我们就是整个理念上其实是很一致的 那其实对我来讲 制作这首歌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是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个非常华人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那但是其实因为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想去表达的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在 那我会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 最想要能够让人家听到这首歌的感觉 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 你觉得自己没有的影响力 其实是你可能自己没有发觉到 那其实每个人只要能把多一点这些 就算是就有点像同理心吧 把这种感觉能够发挥出去的时候 其实整个社会就会可以更和谐一些 因为会当你会去替别人想的时候 其实很多不必要的那种增分都会减少了许多 其实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其实好像有提过 因为紧张的东西它其实是 出发点其实非常的明确 它就是非常希望能够把正能量的东西传达出来 那就是在他的每一首歌就是之前制作过的歌曲中 我们其实都是在把就是比较正向的这一块东西 希望能够用比较更多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因为对我来讲在技术层面上就是希望说 你会希望有些歌曲可能不会那么的古板 让人家一觉得就你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公益歌曲 可能他们就比较不容易接收到那个讯息 那我们就会希望是说 OK那我们可以用更让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 让歌曲的传唱或是影响力能够更加的增加这样